听了你们对美国这个叫什么209法案的讨论 我没有听Greg那个讲座 但是今天你们的观点我大概基本上都听完了 就是Greg后来的一些讨论我就没再听 因为我知道他的观点 他只是去跟彭纳去解释这个2402那个就没有什么意义 我能知道他整个的立场和整个的观点的来源我就清楚了 这里有个问题就是大家在讨论的时候应该了解这个美国平权的历史 因为我在讲那个黑人序列史的时候 我本来是有这一段的就后来的从这个平权法案出台 一直到里根时代和老布什时代平权法案的落实情况 但是因为太长我就把那一段去掉了 因为黑人从法律上那个时候就平等了 实际上已经剩下的这所谓的从政策上也对黑人有所倾斜了 落实的怎么样 或者说美国黑人是不是还有系统能其事 那是整个美国文化和执法等等 这是另一个事情 但是在立法上还是公开场合已经没有了 所以我就没有继续讲下去 但是我当时是准备讲后边的问题 后边的问题就是落实民权法案第七条 就是涉及到在就业领域中的 对这个肤色 对黑人和少数族裔 以及女性的照顾问题上 这个历代历届政府 左和右都是有这个 极大的争议的 那么我说一个左右 就是就是简单的说 其实不应该这么说 他不是左右的问题 就是一个 追求一个 这个对少数族裔 最黑裔的平等 和极端保守的这些 白人至上主义者的这种逆反 它叫做什么 这之间的争论 集中在哪一点上呢 就是民权法案第七条 它是要求 包括民权法案第七条的落实 主要是公平就业委员会的很多 很多措施 它是要求 企业或者是公共领域 或者说一些企业 要制定一些平权方案 就是自己在就业上 我就以就列为例子来说 它这个方案是要 制定一种平权的 目标和计划 这个目标和计划就是 尽量的让这个地区 黑人的就业率和 它的人口比例 就业率和人口比例 接近 这是它一个平权的目标 就是说比如说 某一个地区 有很多城市 黑人是占绝大多数 60%以上人口的 有些特殊的地区 但是在很多大企业 公共部门和一些 包括私人企业 因为那个法案 开始是主要针对 稍微大一点的企业 就是25个人以上的企业 所制定的 那么这个就必须是 你的有个计划 你的人力资源 有一个培训招聘和这个计划 等等计划 你这个计划呢 必须能够让黑人 这个这个非洲裔族裔的人呢 他的就业比例逐渐上升 在岗位上 而且不能够让他们停留 在一些低端的岗位 比如说一些 就完全是那种体力劳动啊 或者什么 要在一些文职部门 或者更高级的管理岗位上 有一部分的非裔美国人 当然这个法案不是单独 针对非裔美国人 它是为这个法案的出台 在初衷是针对非裔美国人的 这就是林登约翰逊所提出的 我们不仅仅要关注机会平等 我们还关注结果平等的一个 伟大社会计划中的一部分 所以呢 那个保守派或者说白日资产主义 他总是会说 你是在搞配额 这个配额这个概念 实际上是反对平权法人的一种借口 而这些支持平权法人 你说我们不是在讲配额 我们是在讲一个目标和计划 这个是一个目标和计划 那么我们呢 这个强调是要比例 强调一个比例 比例跟配额是不一样的 比例是一个设定的一个目标 是让企业或者公共部门逐渐的去接近 这个公平的比例 说到这一点呢 其实在就业领域 有大量的官司 有大量的这种歧视的官司 但是后来的政府犹豫右转 特别是里根 到了里根时代以后 到了布什时代以后 那么这些就业公平委员会呢 基本上就形同虚设了 不像在林登约翰逊时代 包括在尼克松的前两任 不是前两任 是前两年 上任的前两年 那么公平就业委员会啊 包括受著名的废城计划啊 都起了很多作用 来促进黑人 特别是黑人 当然也有少数族裔和妇女 这后来由于女权运动 大量的妇女的诉讼案子很多 每年有大量的案子 但是 这个并没有一次 真正打到这个法院 说说打败 企业没有 只是公平就业委员会 会去施加压力 会去做工作 让这些 这个 少数族裔能够在 让企业能够重视 少数族裔的培训 和这个 录用 实际上很多大企业 特别美国一些 非常大的企业 他在这个过程中 他也尝到了甜头 因为你想想 他如果在这个非议人中 去录取一部分人 这些人一定他是录取 非议中最优秀的那一部分 正因为他的基础差 他的基础差 所以呢 他没法脱颖而出 但是如果他录取一部分 这样的人 比如说在某个地区 每个地区的优秀人才是有限的 如果他从美国的非议人口中 录取一部分 这一部分呢 由于他的这个受教育程度低 他没有脱颖而出 但这些人实际上是很很优秀的 他通过培训计划 他可以让这些人在企业发挥很好的作用 同时呢 这个地区如果黑人的这个比例特别大 他如果能够较大幅度的提高黑人的就业比例 对这个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以及在当地的消费都是有好处的 所以他们他们也从这个计划得到了好处 所以这个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弹 但是这个平衡法案最反弹最大的是什么 就是大学录取问题 大学录取问题有好几些案子 其中呢 有两个女生可能是进哈佛大学 他比那个黑人或者说西班牙裔的分数高 没有录取 他们高 更典型的一个是有一个 好像是一个白人的青年 是一个转业军人 我忘了 他呢 原来有很好的工作 但是他突然想做医生 他想做医生要改行 他就进他当地的法学院 我忘了是哪个州了 我忘了是哪个州了 是Texas还是哪 我忘了 他呢 就考这个法学院 考这个法学院考完以后呢 他没被录取 那么他就去查分数 他发现比他低的分数 有的人录取了 他没录取 他就把这个官司打到了最高法院 我忘了这个人叫什么了 因为这个资料在我那个被封的微信号 我们收藏了 所以呢 我就没法去查了 我也没必要 打到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怎么判的呢 最高法院判 双方都赢了 他告的是 有一个大学 是那个 是哪个大学 一个法学院 是哪个大学 我忘了 一个法学院 你知道判的是双方都赢了 这非常奇怪的一个判决 判决对这个黑人青 白人青年说 你是在这个录取的过程 你是受到了不公平对待 你呢 胜诉 你告的有道理 没问题 但是同时又判 这个大学的招生政策 是没问题的 因为这个大学 有权利制定 它的多元化 种族的政策 因为这是符合美国的 民权法案的 同时也符合美国教育的原则 就是多样化 这个差异化 多样化 照顾 他也没有对这个白人有歧视 这个非常奇怪的一个判决 解决这个问题呢 这个大学没有 败诉 当然维持原来的录取 但是这个青年得到了一个机会 就明言他可以进入这个学校 就读这个法学院 他是这样解决这个问题的 那么这个是非常奇怪的判决 这个奇怪的判决 因为他他背后有很多道理 当然我们说 我首先对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这个问题 我先说一下他的一个趋势 就是在 尼克松时代 虽然你从后期右转 但是最高法院还是所谓的新政法院 就是沃伦大法官 首席大法官的法院是叫做进步法院 但是到了 但是到了 里根时代 里根任命了好几个 保守派大法官 当然前面有几个法官 里根的任命是被国会否决的 被参议院给否决了 但是呢 他还是后来任命了几个 保守派大法官 而是说 有很多民间的官司打到最高法院 而里根的司法部 司法部助理 是个极端保守的人 他曾经代表这个保守派 去打了很多官司 就是里根政府是一个保守政府嘛 他是反对民权的 反对这个平权的 所以里根的司法部长助理 我也忘了叫成名字了 他打了很多官司 但是都被最高法院给驳回了 为什么呢 虽然里根时代 里根是一个保守派的 但是 里根时代的最高法院 还没有那么保守 因为 他的这个保守派大法官 是后期任命的 那么到了老布什时代 这个最高法案 就极端右转 就极端右转了 右转以后呢 基本上就里根认命了 那么就变成保守派法院 所以很多平权法案 就平权的官司 就没有打赢 所以在这个背景下 在这个背景下 这个判决就非常有意思 已经是一个保守派的法院了 但是他还是判 美国的这种大学的招顺政策 是不违反 美国宪法的 他是基于平权的考虑 但是针对某个具体个人 他可能遭受到了不公平 这就是我要批判 格尔格的立场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基点 就是格尔格说 只要美国是民主社会 只要我觉得不公平 我就可以这个起诉 我就可以这个讨回公道 通过民主参与 没有问题 这个没有问题 这个是对的 但是我们要这样想问题 如果基于个人的角度 你发现你个人受到了不公平对待 我不管你什么法案 那我就可以去起诉 但是格尔格他不是站在个人角度 他是站在族群角度 站在族群角度就有个极大的问题 站在族群角度 你就不能完全站在自己的角度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美国的平权法案 他是在美国的历史条件下做出的 他照顾非美国人是有道理的 特别在教育方面 刚才那个彭娜说了 美国的基础教育 黑人是非常非常被歧视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他虽然法律上不是 这就是一个西政生歧视 和法律的歧视的概念区别 就是说从法律上 美国没有歧视黑人 因为你每个社区的教育资源 是来源你这个社区的 这个税收 主要是房产税 但是美国的黑人 现在的实际是 实际上存在着一个实时上种族隔离 就是居住上的种族隔离 美国的种族隔离有好多方面 比如说就业上公共场所 等这个居住 其他的种族隔离都基本上能够解决 就是居住的种族隔离 一直没有解决 这个是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 美国的居住的种族隔离 是最晚废除的 这样一个 从法律上最晚废除的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美国本身的居住种族隔离 带有文化色彩 就是很多有种族歧视色彩的人 他不愿意跟黑人住在一起 即使你黑人买了这房 我也不跟你住在一起 所以呢 而且由于这个历史原因 使得联邦政府的很多政策 在实施的过程中 也有意的去给黑人的这种 种族隔离 就居住隔离设置障碍 包括在贷款的方面 在这个贷款条款的方面等等 他会设置障碍 这个我有一个朋友 吴明先生 就是在美国的 他做过一个讲座 我也发到群里了 他研究的比较细 说实质上 美国好多银行到现在 也是在实行这种种族隔离的政策 一旦被联邦政府发现 一旦被接出来 会罚他 但是他们在贷款的问题上 就故意不允许 不给黑人社区贷款 他会画一个圈 红圈 这个区域就他是一种力量 用社会集团力量 用既得利益集团 这些金融集团 他会欺激黑人 他会对黑社区画一个圈 这地方到这来经商的 我不给你贷款 就使得黑人 他在实质上 在居住上是 现在还是在种族隔离状态的 这样呢 你即使在学校 实行了非种族隔离政策 但是在有居住的问题 你的学校的种族隔离政策 实际上无法真正实施 这就使得黑人在出中小教育这个阶段 他的经费来源是不足的 另外呢 黑人既然社区存在着这些问题 他就有恶性循环 所以黑人社区的治安问题啊 问题就特别多 所以他就存在着一个非美国人跟其他少数族裔不太一样的地方 由于历史原因 他的教育肯定是起点是低的 所以在这个设置高等录取的时候 必须对黑人有所冲写 才能够真正达到公平 也就是说 你如果只是强调机会均等 那么你不考虑结果均等的话 你的机会均等是一句废话 这叫形式平等 不是实质平等 那只是一个形式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那么由于美国现在还不是明确的说照顾非美国人 而是在适当的情况下 像非美国人兇实一点 这个白人是理解的 虽然白人有个案去打这个官司 没有问题 就是说如果你作为个人 你认为你虽然在这个 我承认你的法案的顾问下 我还是受到不公平 我可以去起诉 但是作为一个群体去对这个法案进行抵抗 你的前提是 你要想想 你是公平不公平 有个问题就是 格雷克有个错误的理解 他说 那我当然要站在我的立场上去考虑这个问题 你作为局外人 当然你的立场 当然这个恰恰相反 对于一个法案 对于一个平权法案 对于一个政策 对于一个国会法案这种东西 你要去讨论它的公平不公平 你一定把自己置身于 无关第三方 你才能有一个公平的视角 如果你说我就是站在我自己的角度看问题 那你就不能去出来说这是公平不公平 这就是我们讲 罗尔斯为什么他的两个正义原则 在讨论两个正义原则上 要设置无知之目 就是说你必须把自己的特殊情况屏蔽掉 甚至你自己都不去考虑 你才能去谈公平原则 如果你站在自身的族群立场上去谈 你就不会站在公平立场上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法案在美国的现实 刚才那个杨他说了 欧洲不一样 欧洲很早就 欧洲就没有系统的 欧洲本土就没有奴隶制 就是很早就废除了奴隶制 就是英国的奴隶制是在 实际上是在官方革命之前就废除掉了 官方革命时期就废除掉了 英国在1820年 废除的是殖民地的 殖民地的奴隶制 是在印度 在西印度群岛等等这些地方 所以欧洲本土很早就没有奴隶制 而且欧洲本土的种族多样化 本来就 它的流动性很强 所以它不存在一个系统性的种族歧视问题 族群问题 所以情况不一样 所以美国这个法案 它是完全站在美国的现实基础上 也就是美国的民权法案第七条的落实 落实到后来 基本上就落实不下去 由于保守派政府的阻挠 所以就落实不下去 实际上黑人的状况 特别是居住的种族隔离 由于各种实质上的社会措施的 这种刻意的强化 没有结束 我虽然不在美国 但是我知道美国的居住还是 基本上黑人给黑人住一块 白人给白人住一块 或者其他族裔的 黑人大部分还居住在黑人区 而且黑人区基本上都是很落后的地区 那你想在这种地区的孩子 他的受教育的 从经费到学校质量到环境 文化都是有极大问题的 所以在这种前提下 美国的大学教育录取 对黑人稍微做一些倾斜 这绝对不是什么逆向歧视 而也绝对没到逆向学士的阶段 所以呢 这就提到一个问题 就去对比这个结果 那么你们也说过 亚裔 我就不说华裔了 亚裔在很多城市的人口比例 和他进入大学的比例是不匹配的 不匹配是什么原因 就是说亚裔比较重视教育 亚裔这个一般的去的 他也不会 当然出了极个别堂林街的情况 没有实际的 没有公民身份的 其他的应该都职业还不错 所以他们实际上在大学录取上 是使这个 一直在 占着极端的优势 那在这种情况下 华人唯一一个有优势的领域里 你再去坚持华人立场 你就是站在极不公平的角度 极端自私的角度 因为你已经占据了 美国最优势的教育资源 在其他方面你可能还在受歧视 但是在教育领域 你是优势者 这个时候你就应该 这个刚才我说的 在美国个人权利是可以维护的 但是不要以族群的面目 出现去维护你的优势和特权 就是说 如果你在教育问题上 你说我是华人 我就要站在华理想上 你是要被美国的主流社会所鄙视的 因为你没有真正的公平心 你没有去考虑比你更弱势的人 另外也没有必要 为什么说也没有必要 我觉得是很蠢的一种事情 为什么这么讲 即使他考虑族群因素 但是分数还是主要的 因为美国的大学录取 格格说很复杂 有好多技术方法 但是这个技术方法 比起简单的按分数来 华人肯定要吃亏 但是不能因为这个 你就说是不公平 因为你怎么就能决定 认定只有分数一条线是公平 那就成为中国的高考制度了 中国的高考制度是万马 这个这个不能只有一条线 就是分数 所以呢 其实在中国也不是这样 但是我我就抛开这个问题 不谈 他的他的复杂的考虑有很多方面 所以但是你的分数是一个很重的权重 去实行这种复杂的计算方法 你华人还是占优势的 而如果出现了调剂的话 比如说一个飞翼的要上去 他不可能把你那个第一名拿下 你注意吧 综合计飞的第一名不会被拿下 他会拿下接近他的 接近他的一定不是你华人 一定是白种族或者其他族裔的 为什么 因为你华人的分数优势太明显 你会往他拉很多分 所以你综合评飞还是在平均以上的 你为什么去抗议这个东西呢 你为什么还要去为了这个事 去让一个美国主流社会 对你华人对你亚裔另眼相待呢 我觉得这是不策略的 那么 我总结一下就是公平是个什么东西 公平一定不是站在利益角度 站在自身利益角度去谈的一个问题 公平一定是所谓无关第三方 把尽量把自己设成无关第三方去谈的问题 所以格格谈的立场就错了 他完全站在华人立场上 他就不要再提公平这个字 他可以说我就是追求我的权利 或者我的特权 这个可以 但是如果你承认这一点 你就没有说话的力度了 你就没有这个底气了 这是第一 第二 在美国这样的时候 你可以追求自己的个人权利 如果你觉得我这个个体受到伤害 我可以起诉 没人瞧不起你 你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 但是 以一个族群的名义去维护所有的权利 那就看你维护的权利 是不是真正的权利 如果华人维护了自己的被歧视的某一方面 那么其他族裔是会高看你眼的 比如说我在职业就业上的歧视 我在这个公共场所的被人歧视 包括现在的COVID-19的很多白人对华裔的指责 你完全可以去维护 但是在唯独在教育这个问题上 你去维护 维护的不是公平 为什么呢 你是优势法 这就相当我们说 一个百万封医院封 他非要向国会施压 反对个人所得税的累进所得制 非要去要求比例税制 这是在维护公平吗 这不是这一定会受到唾弃 因为是结果对你是不利的 高额累进所得税对于巨富是非常 结果是非常不好的 这种高额累进所得税对于极端富的人 所以有所谓的市场原教育主义 或者所谓的集友说这是抢劫 对政府就是在抢劫 可是这种抢劫 它是建立在一个社会公平体系构造的原则下的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巨富 你向国会施压压力 要求改成比例所得税制 你这个要求一定不是 你一定不能拿着公平的 公平的旗号去做 你一定是偷偷摸摸的去行贿 去游说 当然也不一定偷偷摸摸 你肯定是在游说 那些利益集团肯定私下的行为 你不能公开的宣称 我们为了公平 大家就搞比例所得税 这就是所谓的奥地利学派的人的 强调什么 累进所得税就是抢劫 不公平啊等等 这个是不对的 不符合社会公平原则 所以华裔 你在教育这个问题上 为了维护自己以前的优势和所谓的特权 我说是特权 不是指的靠公权的特权 是这种制度和你的智商优势 你的教育资源优势所带来的一种特权 你去维护这个东西 你千万不要拿着公平正义的旗号去说 不能在这个问题上 你说啊 我们要机会均等 而在另一个问题上 你又说 啊我们支持这个 这个 社会公平 我们支持平权法案 你这个说不过去 所以格尔格 你的价值观是有很大的问题的 你不是一个很清楚的人 我直白的跟你讲 我已经多次指出来 那么你宣称你是一个左派 你宣称你是左派 因为首先你会说 啊这个群是左派群的 右派群 其实我不同意这个观点 我杜元林从来也没认识我是左派 我也不是右派 我始终认为左右的提法是非常简单化的 但是格尔格你一直在强调 可是你要知道 你在其他问题上一直是左派 唯独牵扯上 你作为华人群体的自身利益 你就变成了一个右派 你这是不一致的立场 你你自身是矛盾的 知道吧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你讲再多 首先你也得承认 你是站在华人立场上看 看问题 你是当事人 所以你就跟跟那个彭纳说 啊你不要在无关第三方的角度说 你要站在我们这个当事的角度 站在当事的角度说 你就不是不能以公正的名义来说 我刚才告诉你 维权这个东西是为了你被伤害的权利 是你不平等作为不平等的受害者权利 而不是说我优势的丧失我去维权 你不能因为我的优势的丧失去维权 你这个东西就是不符合社会政 因为一个社会 他的公平就在于 他要使那些弱势尽量的更强一点 使强势向弱势做一点钱 做一点让步进行一点 这个这个拉平 这就是卢尔斯说的差异原则 就是当你华人在美国的教育资源中受益的时候 你要想想你的受益 是不是因为你的受益 让那些最弱势者 也就是非裔美国人 受害了 如果非美国人因为你的分数的优势受伤害 去不了大学 那你就是一个不值得你选要 你这个优势就不符合差异原则 你就不是一个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 应该提倡的一种 一种才能的发挥 所以你的前提是 你必须不能够因为你保持你的优势 而伤害到非美国人 伤害到那个入学率最低的那个群体 而美国的教育 它一个方向 比如大学 它是有权利去设置自己的教育目标 就是种族文化的多样化 那么既然你的华裔已经在大学 跟你的人口比例极不相配 你已经超出了你的人口比例的一倍 你就没有资格再来去对这个方案 只手画脚 因为你已经是受益者 无非是说这些平权法案使得你的优势在降低 你的优势在丧失 而你的优势丧失 必然有另一方 弱势的 他的劣势在减少 这恰恰是从社会公平的角度 是应该有的一个方向 如果你站在自己族群的角度 无视这样一个大的社会公平的原则 那么你实际上就跟这个社会的主流的文化 站在了对立面 所以说 格雷格 你的价值观是有问题的 你在这个问题上完全站在了华裔的立场 这是错误的 所以 我希望你通过我们的沟通 能够认识到这个问题 也有不同的标准 也不特替 但是价值观要移植 不能说 你的问题就是在 你其他问题上 我是左翼的 我是左派 到了这个问题上 我就成右派 因为牵扯我个人利益了 你在谈公正时候 我的英明说得很清楚 你要谈公正 你就站在无关第三方的视角去看 你说我就站在我族群的利益看 你就不要谈公正 那不是公正 但是那就要看 你诉求这个 你的族群诉求利益 符合不符合公正原则 那你就要去找这个公正的理由 对吧 这个是个最简单的道理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的个人权利受到侵害 你是可以起诉或者反对 没有问题 但是你如果站在族群的角度考虑问题 你就要看这个族群是被歧视的 还是占有优势的 如果你是因为你的优势在因为这个天上身去维护 你就为美国的主流社会所不齿 知道吧 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我的音频说得很清楚 如果华裔在这个问题上是弱势的 我要平权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你在你华裔在这个问题上是强势的 是占了一个巨大优势的 那么人家这个平原法案为了照顾弱势去做出一些改变 你去反对就是有问题的 知道吧 这不符合公平原则 你争取利益要建立在社会公平正义的原则上 如果你的利益是被侵犯了 由于不公平侵犯了你的利益去争取 而你的利益本身是一个优势群体 你是一个社会优势群体 由于你的优势丧失去争取利益 这个会让其他的群体所瞧不起的 你知道吗 这是你跟社会主流价值观站在了对立面 我刚才举那个例子 比如说亿万富翁 这个超额累进税对亿万富翁是不利的 亿万富翁可以说公开的说 因为你这个超额累进税对我们亿万富翁不利 我们就要反对 这很少美国的富翁会这么说话的 为什么 因为他是强势群体 在这个问题上他是社会强势群体 这一点你亚有好多弱势的方面 你为什么不去争取这个平权 你被歧视的时候你在哪呢 恰恰是在你最优势的方面 人家的社会公平原则 是让这种优势 你的优势再丧失一点 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这么过度反应 你的优势是不是建立在别人的劣势基础上的 如果你建立在别人的劣势基础上 你的优势的强化就会伤害到最弱势群体 这是罗尔斯差额原则所强调的一个东西 这是美国主流价值观所认同的 那你如果说在你的就业歧视 你的升职歧视中 你由于你是亚裔被歧视了 你完全可以去维权了 对吧 就说你的不一致 你平常宣称你是左派 可是在这个问题上 由于世界的亚裔 你又变成右派 你能不能自洽一点 我是这个意思 我们说对错 就首先你自己是不自洽的 你知道吧 华人的问题 华人的问题 不管左派右边 一涉及到自己立场 就马上没有公平正义了 这就是格雷格 我说你的价值观有问题 你完全不是一个很坚定立场 追求公平正义的人 你就是说这个问题 即使不公平正义 但是因为涉及到我的利益 他就公平正义了 你是这样一种人 你知道吧 你这个是非常可笑的 问题就是格雷格 站在族裔立场考虑问题 没有错 但是族裔被伤害或者被歧视的地方很多 而不是去维护自己族裔的优势去 你这个你是在坑害族裔你知道吧 你的问题就在这 开始以族群身份政治 所以你就不要再谈什么公平正义了 所以你 你首先是个美国公民 你站在美国公民的角度 而不是说你是个华裔 你角色定位就是错的 所以为什么人们瞧不起你们这么华人呢 就是因为你们没定位正确 没把自己当一个美国公民看待 你知道吧 争取权益是指的争取平等权利 而不是争取维持特权 懂不懂 你要不懂这个就不要给我聊 基本的一些政治哲学的道理你都不懂 那你这个族裔在这方面是优势的 那么这个社会它要平衡 它会消解你的优势 你出来高喊 人家会瞧不起你的 知道吧 你不能分裂 你不能说在无关我族群的事实上 我觉得这个是对的 而一旦这个是涉及了族裔 我就完全站在族裔里上 你这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强调公平正义的人 你知道吧 你真正的公平正义是如果侵犯了我的族裔 如果是不公平的侵犯了我 我会追求公平 如果虽然伤害到我的族裔的利益 但是它是因为公平正义原则伤害到 那我就不应该反对 这是最基本的态度 美国所有的怀疑议员都都会支持 有利于怀疑的方案吗 不是啊 前几天的年轻议员 他的演讲我看啊 不是这个意思呀 首先一个基本的正义原则如果放弃了 我就维护了族裔利益 那美国就不存在 美国各个族裔都只为了自己的利益 可以补顾别人的利益 那美国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知道吧 所有的美国对黑人的平均运动 白人不参加吗 不支持吗 是白人就必须支持白人的利益 就支持这个 这个把黑人当奴隶吗 是这样吗 格格你如果说我就是为华人利益 只要华人利益我就维护 我不管他公平不公平 你说这个也可以啊 但是你不要拿出公平正义的原则来说 公平正义不是这样的 知道吧 都不侵害他人的权利呢 你优势 你发挥你的优势的时候 你考虑过那些更悲惨的人吗 你考虑过吗 所以你在强化你的特权 强化你的优势的时候 你还是没有考虑整个 为什么这个法案 他会照顾你 非裔美国人 为什么会照顾他们 所以你还是在 你还是在标榜你 既不违反正义原则 又无条件的维护 这个族群的利益 这个本身就矛盾的呀 说格格你又宣称 只要是族群利益 你就维护 你是首先维护族群利益 你这个意思就是暗含着 我不管公平不公平 只要维护族群利益就是公平 首先你把美国政治看成是 族群之间的完全是 自己族群利益的斗争 这个你再去谈公平正义 那就没有没有这个概念了 你知道吧 就不会不会有这个概念了 我不去看这个具体 是你宣称我无条件的 站在怀利场上 这个本身你认为 美国政治就是族群之间 私利的争斗 你这个这个就不是美国价值观 你知道吧 你认为这是美国价值观 就是错的 怎么可能 那白人就不会支持黑人平权 白人就永远支持白人至上主义 对吧 你觉得白人支持白人至上主义 就是对的吗 所以我说你不一致吗 在这个问题上 你的公平正义不是原则 只是你手里的工具 是为了你华裔 为了你的族群利益服务的 族群利益认为可以用你就用 不是这样吗 格尔克你就是没搞清这个问题 就是你在美国是少数族裔还是多数族裔 如果你在少数族裔提出了有利于少数族裔的方案的时候 你没有站在少数族裔的角度 你说在这个问题上 我不是少数族裔 那下一个议题 你如何让别人也在你跟你合作呢 族裔之间不是完全自私 我刚才举的例子 你说每一个族裔都只站在族裔的立场考虑 那白人至上主义 你就不要批评人家 对吧 人家完全站在白人立场上有什么错吗 你们都是移民 都该滚蛋 这是美国的价值观吗 显然不是啊 你自己的表述就是矛盾的 一边说美国社会就是每个族裔都要为每个族裔来争取利益 反过来你又说族裔之间必须有公平正义 你这就是矛盾的 哪个放在第一位啊 第二个你自己首先 首先搞清楚 族群利益第一还是公平正义原则第一 如果族群利益第一的话 你的公平原则只是挑选着为了你的族群利益做辩解的 它不是真正的公平正义原则 如果你的公平正义原则第一 你的族群利益排第二 这个时候如果你的族群受到公平正义的伤害 你就维护它 去要求权利 如果你的公平正义原则 让你的族群需要牺牲的利益的时候 你就不要再去借口去维护 Gregg 你自己就没有解决一个问题 你自己就没搞清楚族群利益 维护族群利益是不是无原则的维护 是不是不要公平正义的维护 是不是不要脸的维护 如果那两个议员毫无道理的提出 不要脸的提出一些东西来 肯定会受到公益 比如一个白人在这个国会中提出白人至上主义的原则 说提出所有的把所有的黑人都赶出去 赶到非洲 把所有的华人都赶回中国 这种提案他敢提吗 就直接说 直接说这个法案因为他对华裔不利 我投了反对票 你就不要讲一大堆道理 说这个违反了公平正义的 你就是虚伪的 知道吧 这不很简单吗 你如果真诚的话 你就首先要确定 足以利益至上还是公平正义至上 如果足以利益至上 那你就公平正义你连提都不要提 只要不符合足以利益 我就投反对票 如果你说公平正义之上 你就先把足以利益放在一边 你做一个正常的人 就按罗尔斯的原则 以无知之目的心态去分析他的正义和非正义 然后你再考虑 你是支持本足以还是不支持本足以 这是很简单的东西 为什么你听不明白我的话呢 我不是确定你的意思 我是讲一个基本道理 你如果宣称我什么事情 就在族群立场上考虑问题 那你就不要用公平正义去论正义的立场 你这种论证就是很工具化 把公平正义当了工具 它只是一种借口 反而你说我以公平正义为原则 那你就先把族群利益放一边 你就不要再说 我又是公平正义为原则 我又是族群利益 这是冲突的你知道 在某些方面有时候它是冲突的 你又说美国政治就是为了争取族群利益 又说美国社会还要有公平正义 那如果按你的原则 如果美国社会就是为了族群利益 族群利益就是震荡光明的 那白人为什么要去照顾黑人呢 为什么白人至上主义不对呢 所以说你这个逻辑就不知恰 我是指你这个 所以你要设定你自己的一个标准 是种族利益第一位 族群利益第一位 还是整个国家的一个公平正义原则是第一位 你必须确定这个东西 你格格已经宣称 我首先站在族群利益上 那个没有站在族群利益上的那个 是对族群的背叛 你这个本身你怎么就不能理解人家立员 为什么就不是站在整个美利益 这个公平原则上考虑问题呢 所以怎么就成了背叛呢 那反过来如果这个议员 他这样做是符合美国公平正义原则的 那就是华人种族 华人群体背叛了美国价值观 这不很简单吗 提醒格格 你的前后的原则的一致性 族群利益之上 还是公平正义原则之上 因为如果公平正义原则 跟族群利益一致的话 不存在这个问题 我是指在这个发生了矛盾的时候 你一再宣称 我首先要站在华裔的立场上干问题 那你就抛弃了公平正义原则 是族群权利是要维护 但不是每个人都必须维护族群权利 你可以选择既然你认为这个法案并没有真正对华裔造成不公平 是因为美国的历史原因 美国的这种方这个照顾非裔美国人 它其实是一个起点公平的要求 这样你就不应该无条件的站在华裔立场 这是那个年轻议员之所以支持那个法案 而遭到好多华裔攻击 说背叛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这些华裔它并没有真正的融入美国 不了解美国的民主文化 美国的民主文化并不是无条件的族群利益 而是要在这个受到不公明对待的时候才去争取族群利益 所以我认为哥哥你跟那些华人没有太大区别 现在你们是对这个法案提出这个杯格 说这个法案侵犯了华人利益 那你只要考虑这个法案是不是公正 而不要简单站在族群立场上去考虑问题 就这么简单呢 对吧 前面跟你讲过美国的民权法案第七条 它的目标是什么 这个法案最高法案的判决 很多判决都是支持这种大学录取中的这个比例照顾的 为什么 这是民权法案的一个目标和方向 那么如果在这个前提下 公明的前提下 个人权利受到侵服 当然你可以起诉 就像美国最高法案的判决 那个白人青年也是胜诉的 因为这个政策他受到了伤害 作为一个个案 他可以得到补偿就明年录取 我忘了是哪一个法学院 波克莱分校好像是法学院 那么如果是说法案不正确 那就退翻法案 可是最高法案的判决法案是正确的 我的前提是假如假如这个议员他是正确的 华裔是错误的 那么华裔说是他叛徒 那么是谁在违反美国的价值观 是华裔在违反美国的价值观 是华裔自作为美国社会 是不想融入美国社会 是让美国社会唾弃 是这个意思 我是假设 我没说他一定是对的 谈问题我们只不能只谈这一点 只谈这一点 你其实是没有正义 这是所谓短链条正义 你要考虑一下美国的平权运动 美国的民权法案第七条 美国的民权法案在高等学校录取中的实施过程 整个这个过程你回过头来再看 你该不该站在华裔立场上去支持 或者反对某个法案 你应该这么考虑问题 这才是公民正义的原则 不要首先界定我是华裔身份 我就必须站在华裔立场 维护华裔立 这就是错误的一种一种原则 知道吧 格格是 那个平原法案 如果这些少数族裔提出要求更大的公平 你首先应该是不是站在 他是不是符合民权法案的 总原则和事实和现实基础上 他是不是合理的去考虑这个问题 还是首先站在华裔立场上去考虑问题 因为你首先站在了华裔立场考虑问题 我的keep on的我的观点的关键是 你是不是站在整个平权法案的公民正义原则上 认为它不合理 还是你首先站在华裔立场上认为它不合理 因为你宣称我首先站在华裔立场上 你这个立场的立脚点我认为是不正确的 不符合美国公民的公平正义的原则 就这么简单呢 格格我很忙 我明天有一个研讨会 我还要做一些准备资料 所以呢我可能就结束这个讨论 格格我是这样的 就是你现在要理清楚你自己 你首先你要搞清楚 族群利益第一 这个本身就否定了公平正义原则之上 就是你是站在公平正义的原则上看问题 还是站在族群利益的角度看问题 当然正常的情况下 族群利益和公平正义不一定矛盾 或者说对公平正义的理解也可以不同 但是你个人必须决定你是如果无原则的族群利益第一的话 你就不要谈公平正义 就这个提案 你反对这个提案是基于你的华人身份 华人立场 还是基于你认为他不公平不正义 侵犯了华人利益 这是不一样的 格格格你知道吧 首先你如果是站在华人立场 认为只要侵犯华人利益 我就反对 那是一回事 你如果认为他们在平权法案的基础上 又要求了特权 所以他不公正 你就不要提什么 因为他伤害了华人利益 你就说他是不公平不正义就完了 这不非常简单吗 对吧 做我的理解的平等 平等不是这个意思 知道吧格格格 首先你自己说 你是以公平正义原则 好公平正义原则第一 然后你就不要宣称自己什么事情凡是站在华人立场上 你这是矛盾的 首先你现在说 好因为我认他不公正伤害到了华人 所以我出来 这个没有问题 如果一个不公正的法案侵犯到了我的族群 我当然要维权 但是你不要宣称我族群利益第一 这是矛盾的 知道吧 要把这个简单理清楚 你如果族群利益第一 凡是有站在华人立场 你就牺牲了公平正义原则 这个你必须承认 这个是他是可能有矛盾的 第二 我们的平等不是说让那些垃圾辱骂别人的人也平等的去在群里发言 不是这样 群是一个讨论问题的群 如果进来一帮垃圾 天天往里扔垃圾 而且这些人往往就是这垃圾 而这些垃圾却都在支持你 我只是说你要给出一个自我判断 你要反省 为什么支持我的人不是有水平的人 而是这帮蠢货 这帮傻逼 你要反思这个 我没有说不给他说话的权利 没有 没有他有 在你这有 在我那是没有的 我那个群是不讲这个的 还有个周华 他自己出来 周华也是傻逼 在我的群一定是剃掉的 因为我跟他们不是一 人一群分嘛 不是一样的群 哥哥我再补充一句 你说那个年轻议员受到了压力 所以背弃了华人 美国的议员最大的压力是谁 就选民 而这个议员他的选民群体就是这些华裔 所以他最大的压力应该是来自华裔 那么他现在就是他的 他的公共良知和他的压力发生冲突 那么前一个议员已经因为支持兵权法案被华裔选了下来 那么他也面临着同样的压力 他仍然在坚持 说明什么 说明他不是在背叛自己的良心 他没有去从压力 所以美国议员的压力最大的压力就是他的选民群体 这个常识你不知道吗 反过来你你这些华人说他是叛徒 是不是面临着最大的压力呀 所以你谈的这个问题 其实你貌似懂美国 其实你不懂美国 所以我最后就回答你这个问题 美国议员的压力来源于什么 来源于他的选民群体 这也是为什么好多共和党议员这个舔川无原则维护川普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的选民是川反 所以这个华裔年轻的议员我非常佩服他 他恰恰是顶住了最大的压力去维护了自己的正义良知 所以我就再补充这一点 谁不是认为自己正确 你如果不认为自己正确你会做这个讲座做这些这种辩解吗 对吧都在认识 但是有一点我们必须自恰逻辑 第一第二个你的说话有道理 比如说你说这个压力的问题 美国议员的压力来源于哪里 我就问你这个问题 刚最后我说的这个年轻议员他最大的压力 是不是来源于他的华人的选民 他怎么上去的是这帮选 那他现在是不是克服是面临的这个最大的压力 而不是你说他因为压力所以背叛华人 这个说法本身就是矛盾的 其他议员会给他这个压力 他会听吗 不是的 恰恰是他认为美国的价值观 不允许他去做这样一个 这个为了维护族群利益 去违背他的价值观 他才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所以像这样一些问题 我们必须概念清楚 逻辑是恰 恰恰你的讨论充满了这种矛盾 是自己人对银色充满了 但是实际上不少 这种矛盾的东西